請揭牌 副縣長王智輝以及電光部落族人 一同拉下彩帶 為台灣首家零碳商店進行揭牌 為了降低太排放的問題 台東縣政府協助電光部落小農 日出合作社的咖啡產品 透過一系列輔導與實際測量 通過ISO14067碳足跡國際驗證 成為全國第一件的零碳咖啡商品 副縣長王智輝也期待 零碳咖啡能為部落帶來商機 台東電光部落咖啡產業 源起於日治時代 當年全盛時期 栽培面積曾多達841公頃 但因戰爭咖啡產品失去市場 族人才轉做其他糧食與經濟作物 而近年來在當地年輕族人的努力下 電光咖啡才逐漸恢復規模 雖然年生產量僅數百公斤 但每一杯咖啡都展現族人 對環境淨齡永續農業的堅持 由於目前台灣碳權交易所尚未正式營運 台東先政府還特別向國外購買碳權 並免費轉證給部落咖啡業者 同時也鼓勵民眾到電光部落選購 零探咖啡產品以實際行動支持敬禮環境 原詞請我們駕駛特地曼台東觀山才有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